在水里我不需要甲肢,也不需要拐杖 可以靠自己的力量决定前行的方向和目标 然后现在的话游泳也成为了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受伤的话就是四岁的时候把自己在马路上走 然后就有一辆大货车撞伤 那个时候小然后那个车轮又很大 然后其实直接压上来的话骨头都已经全部碎掉了 然后送到医院以后就直接戒指了 因为长身体骨头会长出来 但是肉可能没有长得这么快 隔一段时间就要去把冒出来的骨头锯掉 医生说可能学游泳对我这个情况比较有帮助 然后在2012年的暑假 妈妈就去给我报了一个游泳的培训班 因为她学游泳一开始的时候 跟别人的身体不一样的呀 不平衡的呀 教练就叫她一个钥匙踹 跌到这个泳之底里 让她捡起来是这样子的 又捡不到捡不到好困难呀 我这旁边呀 后来捡到了 想拿了一条大鱼似的 妈我捡到了 我也很开心呀 真的想想嘛 又要小心眼泪要吃了 想想嘛 就是这么难的呀 游泳因为脱光了呀 有几种小朋友说实话 看她奔别一个人哭 跑着 不要来游泳啦 我自己的胸目中 我女儿跟正常人一模一样的 有些小朋友会哭嘛 然后呛水了 可能会不说 不想游的这种 但是我就没有这种 然后我说 反正爬下 然后就继续下去 这种扑腾扑腾的 后来来到了浙江省队吧 也是放弃了自己本来的工作 然后在我身边陪着我照顾我 这里面呢就是阿姨 给她们水美了 不到水 有时候帮她们推出人意 哪怕她什么也不要我弄嘛 看看她多 像这个是14年的时候 省运会 那个时候她刚开始学游泳 拿了一个第二 三个第二名 最大的比赛 就是去年12月份 去阿联酋迪拜 参加了一个 就是亚洲青年竞争赛 100米自由泳 然后拿了第一 就站在领奖台上 然后看国企升级 那一颗七三十平级 现在的话也是在昆明参加集训吧 然后是为了六月底的全国游泳锦标赛做准备 我想呢我们到了这个最关键的时刻 坚持住 这个孩子呢在我眼中呢 非常的自律 也非常的自强 不怕苦 不怕累 赶冲 赶拼 遇到困难的时候 他能够坚持 他就是没有把自己当作是 自己是一个残疾人 非常的难得 偶像对于我来说 可能不是特指某一个人吧 他可能更是一种精神 比如说像孙杨在餐厂上那种坚持不懈的精神 对现阶段的我来说 可能就是要先完成面前这一个个小目标吧 最近的小目标可能就是想在今年的全国检标赛上拿到好成绩